好 接下来我们又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2024总统大选 撒卡都态势之下的最新民调数字已经公布了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在昨天所公布的第88波的民调排序依旧是没变 民进党的赖销配 国民党的侯康配 接着是民众党的柯银配 当然呢 整体的支持度我们告诉大家 好 赖销配的支持度34.7 侯康配的支持度31.2% 至于柯银配的支持度则是来到了16.8% 但是呢 如果进一步从这个县市来观察就可以发现 侯康两个人在包含了这个新北跟台北还有陶竹苗地区 可以说是一支独秀 因为呢 侯康配在这几个县市的支持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遥遥领先 另外呢 靖新闻针对副手加分项有做了一项民调 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个66.6%的选民认为说 萧美琴对于赖锦德是有加分的 赵绍康对于侯友宜有加分的 同样也有51.6% 但是大家所观察到的 问到选民说 吴欣盈对于柯文哲有没有帮助呢 好 认为有帮助的 其实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只有27.1% 为什么会如此呢 这个是柯文哲的前幕僚张艺善 他有特别提到哦 柯文哲的支持度 其实在近几波的民调数字当中 一路从16.3%慢慢的回升 主要就是因为 复首吴欣盈他刚好仍不在台湾 他仍在国外 好 只要呢 他回到国内的时候 柯文哲的年轻选票 就会继续的崩跌了 前立委林卓水也有特别提到 他说台湾的大选 其实最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年轻的选民 从10月份以来 20到29岁的年轻族群 在赖清德跟柯文哲之间乱窜 才会造成民调数字 大起倒落超过10个百分点 好 换句话说 他的解读是呢 这个年轻的选民 其实在赖清德跟柯文哲之间 来做选择 美丽岛电子包董事长吴子佳 他有特别说了 很多人都说侯友宜不会讲话 但是呢 台湾现在有一大堆人 口才很好 跑去当诈骗集团 骗钱骗色骗选票 好 但是呢 你如果把这三件事情 集中在一起 其实说的就是民进党嘛 好 当然现在民调数字 互有涨跌 当然呢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数字的变化 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 选战如果最后进入倒数关头的时候呢 选钱之夜 这个凯道的路权到底由谁抢下来呢 蓝绿白都在卡位 目前确定的是呢 在明年选钱之夜的凯道路权 已经由这个民众党的部分 首速拿下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 在选钱之夜的前三天的路权 则是由民进党的赖清德拿下 因此呢 大家都说选钱之夜 其实要布置场地 一般来说需要三天的时间 但是呢 民众党的部分 只有拿下1月12号的路权 好 之前几天都是被民进党拿下的 好 换句话说呢 竞选团队现在还在讨论 到底该如何缩短场地布置 好 另外呢 在选钱之夜的部分呢 国民党的侯友宜则是确定 会回房本命区就是新北市来雇选票 因此呢 选钱之夜 国民党的举办造势活动的场地 就选在新北版衣运动场 好 当然现在选战 咬得非常非常的激烈 蓝音大咖也纷纷在雇装抢票了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就有说 人民苦了这么久 就等这一次改变的机会 民进党贪污腐败太严重了 人民其实已经受不了了 要民进党下台好好反省跟检讨 为什么会离人民越来越远 另外呢 连盛文也有说 呃 很多人哦 这个部分呢 其实他的看法跟这个 吴子佳董事长是蛮类似的 好 当然说到这个民调数字 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TVBS在选钱倒数的一个月时间 也有针对这个三组人马 目前的支持度公布了民调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新的数字是 民进党赖肖配 36 国民党的侯康配 32% 民众党的柯营配则是22 好 如果观察在前一波的民调数字呢 赖肖配增加两个百分点 侯康配则是增加一个百分点 好 另外柯营配则是下跌了一个百分点 大选政党支持度的部分呢 则是国民党遥遥领先 同样是有32%的选民支持 好 再来是民进党跟民众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年轻族群 大家都觉得说年轻族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20到29岁对于候选人的支持度 好 其实呢 可以观察到侯康配有上升三个百分点 但是柯营配的部分呢 其实大幅减少了七个百分点 好 这当中呢 其实也相同呼吁的包含年轻族群 他们比较不确定 好 现在呢 对于这个年轻选民的支持度来说呢 就互相在三组人马的候选人当中来到处流窜了 另外呢 中立选民对于候选的支持度又是如何呢 同样您可以观察到柯营配的部分呢 依旧也是下跌了四个百分点 目前的排序还是赖肖配 侯康配跟柯营配 当然针对这个部分呢 就是有关于最近所公布的两份不同民调数字 好 但是呢 到底该如何解读呢 我们接下来听一下 这个是前立委蔡振元她的分析 每一条电子报是用纯粹的室内电话进行调查 TVBS的民调大概是一半四话 对 这次一半一半 一半手机 所以两个参照的话 可以确定说在民调上面 现在侯友宜还输赖清德在4% 4%换算成选票的话 就是65万票 65万票听起来好像数量很大 可是因为台湾有16000个多个投票所 你把65万票去除这个16000个投票所 换上来每一张每一个投票所 也不过就是50张选票左右 差距拉锯站在开票过程里面就会很激烈 那因为还有一个月嘛 所以这个侯友宜还有努力的空间 还有努力的空间 针对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很清楚一点 就是侯友宜在北部地区赢太少 在南部地区输太多 所以一定要除了想办法在南部地区少输之外 重点要在北部地区多赢 那北部地区多赢从那个数字里面 就要找援军 那援军有两个人 一再的强调过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你除了争取王金平以外 更重要要争取郭台铭的支持 因为北部地区郭台铭的经济选民支持比重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北部地区相对的为表态的选民稍微高了一点 也是这种现象 那第二个就是要主动的去创造一个气氛 就是即使支持柯文哲的铁板一块 在很多民调里面 柯文哲里面大概还有将近8%到10%的人 认为他如果不会当选的话 这个选票愿意投给其他人 那愿意投给其他人 就争取这个选票 不要让他流到赖清德那边去 好在野党在13号这一天有其身痛批 说民进党执政七年多 扶植新的媒体巨授 倚仗媒体优势占尽了上风 更把矛头指向了NCC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侯友宜有说 当选之后他会把NCC打掉重裂 另外呢前监委掌柜美更强烈抗议 NCC烂关中天新闻台宽带静电视跟三立 根本是自意扩张裁粮权 好当然呢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关心 最近大家热烈讨论的就是 删除了顾炎武的廉耻文章 当然呢这件事情引发大家的关注 只不过立法院长游席坤竟然说 顾炎武的廉耻事实上是君主政治的产物 而现在其实是民主政治了 有不同的价值观 他强调呢古文不是不好 而是价值观会有问题 最近出现的MeToo事件 就是因为还有男尊女卑的观念 好当然呢此话一出 立刻也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好游席坤的说法让大家听了都无法接受 中国时报的社论在今天就有特别提到了 就连年轻世代都觉得很傻眼 这应该不是文言文的问题 而是老百姓要的价值问题 现在恐怕是民众想要把礼仪廉耻这四个字 重新挂在总统府的面前吧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